国庆黄金周期间,北京楼市活跃度明显提升,业界认为,银时开局表现超预期,预计10月房地产市场销售数据将出现明显增长。 节前,北京多项地产政策落地,极大提升了市场信心。 10月8日,记者走访获悉,国庆黄金周期间,楼盘到访量、认购量普遍较节前大幅提升,有项目成交量已超过9月全月。 我之前一直想看价格还能不能再便宜一点,然后还出了政策,所以我们就想这段时间可能估计可能不会再降了,所以就趁着这段时间赶紧出来看看。 整体的这个接待量是非常饱和的,超过1000组,而且成交的话也是达到了110多套。 这个呢都是在可能说以往一个月的或者说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量。 这个而且是从过去的这个国庆期间来看,这个数据基本上是过去的3到4倍。 菲浩认为,此次北京新政是促进新房市场回暖的关键。 自2023年9月以来,在一年时间里,北京已累计发布了10次政策,而此次调整,进一步降低了首付比例,并放宽购房资格限制。 首先呢,它这个五环外,从以前的五年社保或者纳税,改成了两年社保或纳税,这个呢就降低了一个购房资格的门槛。 就原来没有资格的,可能现在在新政之后变成有资格。 第二个呢就是,在首付端,首付端从原来的首套房的这个20%的最低首付比例降低到了15%,对于刚需客户的这个刺激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二手房市场表现也较为活跃,新政出台后,位于北京通州的某中进门店的待刊量增加约35%。 新政发布以后,我觉得这个来咨询的客户明显其实是比以前要多了很多,从咱们这个9月30号到10月7号,咱们这个门店的二手的待刊量呢, 就是比咱们9月同期大概率要增加了35%差不多,那成交量这方面,二手房的这个交易周期因为相对来说比较长, 就是目前政策发布刚刚一周,这个市场交易的变化估计可能需要还有一段时间才能显现。 新政也给卖房人注入信心,高虹云介绍,以前主动下架房源的业主最近也要求重新挂牌。 因为这个政策的变化其实吸引了不少这个买房者的关注,也促使之间还在犹豫一些的卖家呢,将房源拿出来挂牌了。 然后以前主动下架一些的房源业主呢,也要求重新挂牌。 就是新政后啊,从9月30号到10月7号呢,就是我们店二手房其实挂牌量是有所上浮的, 就是相比9月同期差不多增加了15%这个样子。 业界认为,新政落地带动了国庆假期,市场热度走高, 银食开局表现超预期,预计10月房地产市场销售数据将出现明显增长。 目前银食的这个开局表现是超预期的,居民的这个职业信心呢,开始有所恢复。 所以我们预计短期之内这个新政的效果呢,还将持续。 而且同时,像这个我们国庆假期认购数据的大幅回升,也会在后面的网签数据当中呢,逐步体现出来。 所以呢,10月份的这个市场销售数据,或许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